这个男人坐上了时光机 随着机器的运转 外面的世界开始变化 春去冬来 眼前的景象一幕一幕地发生变化 女孩子的裙子开始慢慢地由长到短 各种汽车造型交替变化出现 高楼大厦拔地而起 飞机在空中呼啸着翱翔而过 人造卫星在围绕着地球 宇宙飞船随着地球的转动在太空中缓缓划过 飞向了月球的表面 眨眼间来到了2030年 这里科技感满满 城市广场中央硕大的屏幕 正播放着去月球度假的广告 一个穿着时髦的金发 正在解锁一辆共享单车 时光机再次穿行来到2037年 可这个时代的世界满目苍疑 天空中的月亮正在解体 男子被吓得瞠目接手 几个警察走到跟前解释说 由于月球殖民计划恶搞 把月球炸 话音刚落 一阵地震 警察们吓得纷纷丢下男子跑步 男子趁机飞奔回时光机 刚启动完 受到外界巨变的环境思想 时光机产生一阵剧烈的冲击 男子的头撞上了时光机的杆子 顿时失去意识 晕了过去 时光机由于无人控制 开始失控 飞速向未来运转 随着时光的飞速流逝 斗转星移 山河变迁 周围的城市中 破败的建筑 被岁月轻视消失殆尽 时光机旁边 出现了一条深不见底的巨大河流 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男子迷迷糊糊之际 把机器停了下来 等他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赤身裸体 正躺在一张棉麻制作的床上 而且自己身处悬崖峭壁之上 峭壁下 是一条蜿蜒到远方的巨大河流 旁边悬崖峭壁上 全是各种类似动物的 虫涌状的 奇形怪状的建筑物 而这已经是80万年后的世界 这里仿佛没有任何文明可言 甚至还有可怕的实用外 这到底是发生什么 非常好看的一部科幻影片 黑路已经超越时代设定 很多想法都有画时代的 推荐大家去看原片